继美国政府上周宣布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生效之后 25号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在谈到七国集团峰会时 再次对中国所谓强迫劳动问题表达关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强迫劳动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 强迫劳动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为实现已将制华的阴险图谋 反复翻炒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弥天大谎 妄图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 事实上美国这些荒谬指控 是美国自身罪责的映射 强迫劳动是美国自诞生一时便存在的顽张顾及 漫长的蓄弩史就是美国大搞强迫劳动的铁证 美国政府一边忙着罗织他国强迫劳动的谎言谣言 一边却对本国强迫劳动问题听之认知 美方应该趁早正是自身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 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毕竟美国造别人的谣 洗不白自己的地 给大家看